今天我们来看新华社的一则新闻 一起学习党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部署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科学精准 动态清零 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采取更加有效措施 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面对世纪疫情的跌倒反复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 以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非凡事件 团结带领意外人民打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 和新冠肺炎一样 以下是四组不容忽视的数字 一 数据证明 普通人遭遇野生鲨鱼袭击 而重伤身故的几率大约是65万分之一 概率虽然不高 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巨大 在当前条件下 一旦放开全国人民都前往各沿海旅游圣地观光 那么 我国14亿人中 将可能有2153人 死于鲨鱼的袭击 这无疑会给无数家庭带来难以承受之痛 给社会带来医疗资源挤兑之患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秉持人民至上理念的国家 作为在敬仰生命人文精神中 延绵传承的东方古国 这样的国情文化 注定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所以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 对所有种类的鲨鱼实行无害化处理 毕竟 没有一个人值得被牺牲 二 数据证明 普通人操作电器不当 导致触电深过的几率大约是35万分之一 概率虽然不高 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巨大 在当前条件下 一旦在全国范围内 普及应用电力设备 我国14亿人中 将可能有4000人死于触电 这无疑会给无数家庭带来难以承受之痛 给社会带来医疗资源挤兑之患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秉持人民至上理念的国家 作为在敬仰生命人文精神中 延绵传承的东方古国 这样的国情文化 注定我们从一开始 就要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所以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 对所有电力设备实行清零 并坚决禁止所有通商口案 进口电力设备 毕竟没有一个人值得被牺牲 三 数据证明 普通人正常进食过程中 被食物噎死几率大约是16万分之一 概率虽然不高 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巨大 在当前条件下 一旦在全国人民都开始进食 我国14亿人中将可能有8750人 被食物窒息而死 这无疑会给无数家庭带来难以承受之痛 给社会带来医疗资源挤兑之患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秉持人民至上理念的国家 作为在敬仰生命人文精神中 延绵传承的东方古国 这样的国情文化 注定我们从一开始 就要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所以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 对所有食物及其加工制品实行 坚决清零 毕竟 没有一个人值得被牺牲 四 不用数据证明 想必每个人都知道 由于探机生物的生理特征 普通人死于自然衰老的几率 是100% 这个概率不可忽视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巨大 在当前条件下 一旦在全国人民都开始自然衰老 那么 在可以想见的未来 我国现存的14亿人口 将全部死亡 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这无疑会给无数家庭带来难以承受之痛 给社会带来医疗资源几对之患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秉执人民至上理念的国家 作为在敬仰生命人文精神中 延绵传承的东方古国 这样的国情文化 注定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所以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 对所有人口实行坚决清零 毕竟 没有一个人 值得被牺牲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的看法和评论 有网友留言 那得要求上海一定要在4月11日 实现社会面清零的副总理出来走两步 现在那里已经4月12日 还没有实现社会面清零 怎么办 毫无科学根据的叫口号有何屁用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新冠致死已经远低于吃饺子噎死 竟只吃饺子迫在眉睫 还有网友说 清零大把好 东城大吉庙 欢得你们呱呱叫 伟大的 光荣的 正确的习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有网友留言 清零好 包子指明了方向 中国老百姓有福报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环境 沐浴党的阳光 歌唱党的伟大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太可怕了 僵硬的政治体制 一人之言 一名奈何 千年封建 不见改静 呜呼 神舟何孤 还有网友说 全饿死就彻底清零了 有网友留言 清零好 习总指明了方向 中国老百姓有福 生活在无独的环境 沐浴党的阳光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全中国最应该清零一个人 不然他会把整个中国的人清零 还有网友说 知识天朝清零 继续封城一百年 有网友留言 生命的过程就是选择风险的过程 风险应该结合灾难评估 选择零风险应该对应 类似何灾难的大灾难 习胖子连基本知识都没有的人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就怕中国不再清零 还有网友说 五毛们一直说 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 现在境外敌对势力 异口同声的支持 全面清零政策 这下五毛傻眼了 难道习总和这些境外敌对势力 是一伙的 有网友留言 百年大计 清零为本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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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我们都支持清零 保卫祖国 保卫家乡 坚持清零 只把病毒消灭干净 还有网友说 没问题 但拜托赶紧把救医难 这个问题解决了 目前上海四驾车网约车都被停迟了 居民怎么出门去看病 看完病怎么回家 病人都哭杀了 也想不出办法 打120要等二 三天 好不容易送去医院了 然后看完病 没车 又回不了家了 有网友留言 现在海外中国人也越来越多 知识全面清零了 要不了一百年 清他十年八年 中国的问题就可能解决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为什么在家自己待几天就康复的病 非要到方舱去隔离呢 一路上又可能传更多的人 因为我国是抗议最优秀的国家 抗议的过程必须有仪式感 画面感 领袖亲自同领 万众其心 轰轰烈烈 浩浩荡荡 没有大规模的封城 没有大规模的方舱 没有人民经历百般痛苦 欲火重生 没有抗议成功后的再一次庆功大会 怎能体现领袖的风采呢 人民怎能更加感谢党位祖国骄傲呢 当年人民不经历饿死几千万 能那么爱戴毛主席吗 现在人民不经历百叶凋零 规模性反评 又怎能那么拥护习主席 还有网友说 支持中共中央的清零 把中共国刁民都捆死 闷死 饿死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 支持敬爱的领袖习主席 有网友留言 现阶段要坚决向共存论谅解 承认共存论 等于变相承认过去的政策错误 这个和我党一贯永远伪光正的真理矛盾 会严重动摇我党的执政基础 而历史证明 唯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 中国就会四分五裂 血流成河 中国人民会沦为西方的奴隶 所以鼓吹共存论 是最大的恶意 是反中反华的极致 像共存论亮剑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天然责任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请您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天花病毒不就被人类灭绝了吗 我不信21世纪了 反而还对付不了一个病毒 最近似乎在扩散 这说明封锁做的还不到位 民众觉悟还不够高 应该全国总封城三个月 核酸都不做容易传染 路上除了带枪巡逻的军人格杀物了 看看病毒挺不挺得过 当然之后要坚持完全封锁国门 任何人不许入境 路上接染地区后车15公里安全隔离区 人畜动物进入的就地击毙 天上飞的千禧鸟类交空军全部歼灭 所有外国货物停止进口 实在必须的物资 由完全无人驾驶轮船运输入境 入境后隔离半年 之后消毒三次放行 坚持这几条件简单的防疫措施 倒是为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灭绝就胜利了 还有网友说海外华人支持国内清零 千万别跟病毒共存 我们这水深火热 死了几百万人了 有网友留言 如果此时改变政策就成了自我否定 那是万万不行的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病毒清零 资本清零 民营清零 经济清零 带路党清零 不爱国的清零 小资产阶级清零 全面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还有网友说 钟南山说了 相信党跟党走 清零政策不是按天计 也不是按月计 而是按年纪听明白了吗 有网友留言 动不动说这玩意 海外的还有人在意这类信息吗 你封你的城 又不影响我们的生活 一天到晚问我们的意见干吗 清零到底就是了 关起门来自己撸自己 打飞机打到虚托 也关我们鸟事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百年之后只剩新冠病人 其他病人基本被清零 还有网友说 墙内人不能说话 只有猪能说话 有网友留言 两百里不换肩 同样道理 即使换肩比较科学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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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